接着我们要上的叫做迁电池的使用 一个迁电池的电压大概是两伏特 我们用在汽车上面通常会有12伏特 通常会用到是6伏特或12伏特 如何让两伏特变成 12伏特或6伏特 要怎么样串点很好 右手边这张图是旧课本的图 这张图是错的 课本在文字里显说我要把他串联 然后他电压会变大 然后就画了这张图 这个图不是串联 这个图是并联 所有的阵都接起 所有的腹都接起 这叫做什么联 并联 他给的是并联 这样一组 这样一组还是只有两伏特 像这里 这样一组 这样一组还是只有两伏特 他只是很多片而已 他是很多片而已 要 不同组串在一起 像这里 虽然你可能 不是搞得清楚谁是正谁 不可以看到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所以右边有一组 左边有一组 两组串在一起 正部接在一块 这样还是串联 这样还是串联 然后呢 变成我要的12伏特 变成我要12伏特 OK 反正就是 一组两伏特 我需要12伏特 把它串联 这以前教过的事情 鲸电池的保养 鲸电池不可以过度放电 过度放电 酸油一漏出来 而且很难再冲回去 不能够放太多 不能放到没有电 那就很难再冲回去 然后呢 也不可以过度冲电 冲太多 它会变成电解水 我们要将后面到电解水 变成氢气跟氧气 会跑掉 跑掉还小事 清洁可燃 说不定还会引发一些不好的事情 OK 然后基本上它有电解液 就是里面的所谓的水 它会有个范围 最低跟最高 不可以超过最高 超过最高容易露出来 不可以低于最低 地震它可能会发烫 容易发烫 发热 伤害脊板 然后也不要紧斜 摆直直的 让我们的这个 平板的面 跟液体有充分的接触 即使要够大的地方 歪掉容易露出来 歪掉可能 接触会不够 什么之类的 所以 要清醒 保养的事项 切电池的优点 电压很稳定 经济使用 而且可以充电 所以可以反复的使用 所以用途很广 接受它的用途 像我们的汽车机车 都会有一个 迁电池 来帮助我 提供我的所需要的电源 但是呢 缺乏是很重 很笨重 而且以前的迁电池 需要补充所谓的电瓶水 要补充所谓的电瓶水 让那个液面能够维持在 它一样高度 浓度所以要适合的浓度 现在很多都出了 所谓的免保养 免加水 它其实就是不能保养 不能加水 要全部都密封起来 你要做也没办法做 如果挂了就挂了 挂了就挂 少掉就少掉 你也没有办法 但是 就算你是免加水的 还是很重 你如果像 机车的电瓶 不大 你拿手上 随便拿都会拿起来 OK 可是汽车的 就会有点重 可能就有人翻不太动 那如果是陀拉库的那个就更大 不知道就更大 就更大 它的缺义痕就是它比较 笨重 它比较笨重 不好使用 不好使用 就是它的优缺点 跟各位说明一下 它的优缺点的状况 OK吗 OK